市政府公務局租局長引言 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能留到最後的應該都會聽到最精彩的 我想最後接下來三個 這個Session裡面三個的一個講題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跟同仁說 這三個講題留我下來做最後的一個主持的原因是 我們希望能夠知道BIM的一個部分 在我們實際上真正在不管是建造的一個申請 或者是在AR的一個應用上面 或者是在我們的最後的維護管理上面 我們實際上應用 那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一些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個Session裡面的第一個講題上面 基本上我們就請到了我們理解李博士 李博士其實從美國留學回來之後 自己開了一家公司 來做這個AR技術的一個導入 我們過去整個在戶外 GPS的一個定位大家現在應用的非常方便 可是GPS的一個定位 如果我們進到了室內 可能這個GPS的細緻度 可能就沒有辦法做到這麼的好 那這個AR的一個導入的一個應用 在我們室內的一個建築物裡面 我們到底可以做到什麼樣的一個應用 那接下來可能就是由我們李博士這邊 談AR的一個空間導引技術的一個應用 我們師父鼓掌歡迎我們李博士 好 謝謝局長的應用 各位先進 各位長官 大家好 我今天這個題目大概是跟這個定理 大概最沒有關係 相對是僅上於應用方面 那我們的客戶使用的對象也是一般的民眾 並不是像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全部其實都是一些專業的用戶 那所以呢我們先來看看 在開始進入主題之前 我們看看什麼叫AR 先解釋一下AR AR其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去年風雨一時的寶可夢的那個遊戲 他就是用AR的方式來呈現這個遊戲 呈現那個整個互動性 就是用AR來呈現 好 那我們如何就是用AR來做空間導引技術呢 趕快先來看一下 好 首先剛剛局長有提到 就是我們GPS的誕生 好像定位變成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其實在GPS發明之前 定位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像古代他在打仗的時候 可能真的兩軍幾個月都見不到對方 都打不到對方 在賽裡面繞繞就怎麼找都找不到對方 都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而且事實上很多都是這樣 所以GPS真的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發明 我們現在覺得好像沒什麼了不起 大家手機都可以做定位 可是實際上真的GPS是一個很非 所以真的在GPS發明之前 其實是很很 我們的生活完全是不一樣的 好 那GPS的原理大概提一下 GPS的過癮人造衛星發射出精準的時間訊息 然後呢透過接收器就是手機 然後呢計算這個時間差 然後呢得到了 由時間差計算出距離 然後之後呢划算出你在地球上的這個座標 好 那我們現在提到人造衛星 那我們到室內裡面 我們還收到人造衛星的訊號嗎 所以很顯然是不行的 所以呢在室內空間沒有GPS的訊號 所以我們就不能用GPS的座標 那因此現在就是變成一個室內定位的一個戰果時代 就是各種公司都在發展自己的定位技術 像現在目前最普遍的 大家大概都會拼過的 就是IVICAN的技術 拼過推出的IVICAN技術 那它是一種定位的 它是一個訊號嗎 接收到這個訊號 就不知道它大概在什麼地方的一個定位技術 那我們這次提出來的一個方法 使用擴真實驗的Argmented Reality 來做這個空間導演的一個裝飾的一個概念 好 首先呢也工商服務一下 那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的公司 那環曜石敬 我們成立於2006年的1月 那我們現在的作品包含呢 2016、2017的新北夜淡城的VR網站 那新北夜淡城現在外面我們可以看到 外面現在正在進行當中 所以如果各位還沒有去看的話呢 大家今天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真的看不到沒關係 上我們的網站 我們就是 你只要登入官網 就是這個 西北夜淡城的官網 那我們的作品都在上 那它有包含了2017年的 台北登捷的VR網站 那著名美術館的E卡通的AR和APP 那這個著名美術館的這個特色 其實它就是我們把 我們把著名的單邊下施 這個作品 我們把它用掃描 用照片掃描的方式 重建它的模型 然後當你拿出這個E卡通出來的時候 再用手機掃描 就會呈現出這個單邊下施這個模型 那其實所以剛剛提到的就是 我們先提到一些模型的建模 我們其實也是在做模型的建模的部分 那之前我們也曾經針對古蹟 有進行做過建模的工作 那之前也有參加過委員會 提到說用病來做進行 古蹟的維護 這是另外一個層次的概念 不過當然我們這邊並沒有 去使得深入的去探訪它 好再來還有台灣好行的 這個北海漢的語音導覽 以及2177美式萬金石馬郎松的特展 那我們的公司也獲得了 這個深淵運國化基金的創業天使的計劃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要講的大綱 包含了AR的空間導引的發展概念 還有稍微的比較一下AR 跟IVICUM之間的關係 然後空間導引系統的開發 還有成果展示 以及未來的內容跟結論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AR空間導引的開發 我們的概念是什麼 我們今天在室內要做一個導引系統 其實第一個要件就是要直覺易懂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這一套系統能不能夠成功的關鍵 其實就是好不好用 好那其實人類最直覺的導引方式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用路標 像你在山上登山的時候 看到每一個路口就會出現一個路標 然後上面幾個箭頭直往什麼方向 其實這就是一個非常直覺的導引方式 不需要交 就帶外國人來也沒有一點的限制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直覺的導引方式 好可是問題就是在說 比方說像一些交通要道 像是板橋火車站啊 台北車站啊 這種地方喔 它四通八達非常多的不同的 每一個人要去不同的地方 那如果我們要把每一個地方都建上一個路標 它是不是就會變成像中間都有圖一樣 像刺繪一樣 好那這樣子就一點 就沒有它的效益 沒有我們的經濟效益 所以我們認為說一個好的解決方案 其實就是一個虛擬的AR路標 也就是說像右邊這樣子 也就是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那我們把這個低貼 製作的一個低貼 然後貼在地上 我們把這個低貼貼在地上 然後呢 利用手機來觸發它的時候 我們就會顯示出一個虛擬的路標 像這樣子的東西 這就是告訴我們說要前往的方向 對 就是這個東西 地上這個低貼 就像是這個棍子一樣 然後上面的這個箭頭 就像是這邊的箭頭 所以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好那 我們來比拟一下這個東西 跟現實之間 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其實就好像是好參加一個重要的會議 或重要的一個晚宴 我們到處 我們到飯店裡面 每一個路口都會有個服務生 站在那邊 然後告訴你 請往這邊移動 請往這邊移動 其實我們那樣的觀念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每一個路口都有個服務員 那服務員就像是代表這個低貼 那每一個低貼上面 所顯示出來的那個虛擬的箭頭 就像是服務員指示你往哪個方向移動 所以其實觀念就是這樣子 那因此這個有一個結論 這個低貼必須要夠大夠清楚 一看就看得到它在哪裡 如果今天一個服務員他很愛笑 或者是他沒有穿制服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誰的話 那根本就沒有辦法大備的功效 所以這個是一個低貼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理 好我們來比較一下 AR的導航跟Beacon之間的關係 這邊是AR 這邊是Beacon 那使用的技術的話 就是AR是Argmented Reality 擴真實力 Beacon的話是使用Lutooth的Low Energy BLE 有低功率的藍牙技術 那路標的呈現方式呢 我們這邊可以用地貼 像這樣子用貼紙的方式 或者是直接燒在地磚上面 這樣子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呈現 那這邊的話就是直接用藍牙的Beacon 然後這邊剛好有一個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 小小的一個 然後奉勵裝的電池就可以黏在牆壁上 那原理的話 AR的部分就是 首先是將地貼貼到地上 然後呢 手機啟動的APP 掃這個地貼之後呢 就會確認 用判讀 這個地貼的標誌的形狀 就會得知說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那經由我已經設定好了 我要去的目的地 我就可以計算出 我要往哪一個方向移動 這時候呢 我就用程式 在這個APP裡面 直接顯示出 我要移動 往下一個地貼的那個箭頭出現 所以原理就是 就是這樣 很單純 那在 Lutooth 這個 iBeacon的部分的話 我們同樣也是 類似的原理 首先我們的手機可以接收 Bluetooth的訊號 那收到這個訊號之後 我知道我現在就在這個 這個Bluetooth的 這個藍牙裝置的附近 所以呢 我就可以知道說 我現在在哪裡 那藉由我計算出我要前往的方向 也同樣是標出這個方向來 那這裡唯一的一個差別就是 因為Bluetooth沒有辦法給我們方位的資料 所以我們必須用手機裡面的電子螢幕來判斷方位 那這後面就有一個問題 因為潛在的問題就包含了 因為我們知道室內空間的磁場是非常混亂的 只要有一個電梯啦 或者是有一個冷氣機的主機 或者這樣的裝置就會導致磁場整個的變化 你就沒有辦法判斷正確的方位 好那AR這邊其實也有它的問題 包含地標過多的時候 它很有可能會辨識錯誤 因為像我們做了很多地標 但是很有可能都很類似 只有部分的文字不同 那就會造成辨識錯誤的情形 那第二種問題的話 就是手機的耗電量比較大 因為它是要啟動手相機 所以這個 它就有可能會造成電力流失的情形 那這個我們代表會提到 我們有一個方式去改善這個問題 那再來就是維護方面 維護方面的話 那就是低貼過程要重貼重換 那如果用磁磚的話 也許就可以改善這樣的問題 那在Beacon的部分的話 也是同樣需要更換電池 那戶外的話要注意一下 有一個問題 那這個Beacon的電池的更換 其實就是根據當時 這個Beacon本身裝置 你是購買的是 那就是使用的形態是什麼 有一些是用水銀電池 那我大概幾個月可能就沒電了 那有一些是用一般家用的電池 那有一些是用工業用電池 那所以就是根據不同的情形來設計 不過就像我剛剛展示的這個東西 我們一般這樣子的Beacon 不會把它放在一個很顯眼的地方 我們一定是藏在天花板裡面 或者是放在木木的後面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將來維護 要拿出來換電池的時候 其實相對是有困難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 維護的成分 我們這邊把這邊比較低 這邊比較高 那再來最後一個 算是加分的項目 就是行銷的部分 比如說Beacon好了 就像我剛剛提的 Beacon我們把它藏在一些看不見的地方 所以如果今天你沒有打開你的App 你沒有打開手機 沒有打開App 你根本不知道這邊有一個Beacon的存在 你一定要把手機打開了 開到正確的App 你才知道 有這樣的裝置 有這樣的符文 可是相對於像地鐵來說 我們在地鐵上面 我們有設計QR Code 然後也有設計一個很明確的Logo 跟很明確甚至是 這個空間導引系統的名字 所以如果您第一次到達這個地方 你只要看到相關的資訊 你也可以 也可以藉由這樣的地鐵 然後就下載這個App 來使用這個App 所以這差別在這個地方 OK 我們再來看 就是系統開發的部分 那包含了這幾項內容 定位技術啦 設計範圍 我們一下影片來看 首先我們的定位技術 就是我們使用了AR跟iBeacon 所以剛剛前述的兩項 我們都使用了 那再還加上呢 GPS 就是在戶外空間的時候 用GPS 那整合了三種技術相互支援 與輔助 那這輔助的意思是指說 像現在的GPS 像現在手機的GPS的接受能力 其實都很強 因為它是所謂的高感度 所以其實在很多的辦事內空間 像是通廊啊 走廊就是四周 雖然屋頂有 雖然時間上是有屋頂 但是左右兩側是開放空間的 這種地方都還是有可能 會收到GPS的訊號 那像我們 就像我們這個 新北市政府的外側的 左右那兩個空廊 那是三層樓的 我們就沒有辦法判斷說 到底我們現在是在一樓 還是在二樓 還是在三樓 因為其實座標幾乎是一樣 那我們知道GPS的高層 三層座標是不可靠的 所以 所以無法判斷一二三層樓 所以這時候 如果再搭配一個Beacon的訊號 我們就可以很明確的判定說 它在哪一層樓 那再來就是 我們為了要省電這件事情 我們的AR功能 就是相機 啟動相機這件事情 是有需要才去啟動它 而不是隨時都在啟動狀態 好 我們的設計範圍 除了新北市政府的大樓內部之外 還包含了市民廣場 東西兩側的回廊 然後還有新府路跟新站路的地下道 以及這一條 一直到區運路的這一條二樓通廊 還有公車站 地堡跟百姓的二樓部分 以及百姓火車站的B1 跟捷運站的B1 那我們這設計的範圍 這是我們設計的範圍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貼地貼 裝Beacon 其實都有一些真摯性的問題 這不是我們想要裝就可以裝的 所以這個最後會是怎麼樣的呈現出來的話 那這個我們還要再討論當中 在路徑的設計部分 這大概就是跟BIM最有關的部分 我們這有兩種方式來進行路徑的設計 第一種方式就是用BIM的模型 那藉由隨機的選取起點跟終點 大量的數字 數量 比如說上萬比數十萬比數百萬 最後再經由這樣子的路徑的分析 跟平均值跟路徑分析之後找出節點 自動的方式產生路徑的這個連通的關係 這是第一種方式 那第二種方式的話就是用人工設計 那像我們這次的案例是用SkyShop 用人工設計做的 那用人工的方式的優點是 我們畢竟我們是人嘛 所以我們看到一條路段 我們很清楚的知道這個地方設計一個節點 我們會很清楚的知道說這個地方的建築 這樣過去我們是屬於人類很直覺的 的一個感受 但是如果是全自動的產生的節點 就很有可能會讓你覺得 這個應該是在過去一點會比較順暢 或者再過來一點 沒有那麼順直流暢的感覺 再來就是路徑的規劃 路徑規劃也是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來進行 第一種是即時的路徑運算 那所謂即時路徑運算 就是在手機裡面做運算 由即時就是由手機來的起點跟終點設定完成之後 即時的由這個路段的資料 我們來做運算做決定起點 以及中間會經過的哪一些路徑 那這個有一個優點 優點就是比方說 好像耶穎人前幾天有演唱會 人潮非常多 那我們就可以 如果是即時運算的話 我們就可以調整每一條路段的權值 權重 讓他說這邊現在人很多 讓大家不要走過來 所以這就是動態的話 就有這樣子的好處 那第二種方式就是 用預先計算好 我們先全部把任兩點之間的路徑 全部都照完了 然後存在資料規劃 然後等到使用者來一使用的時候 我就是直接從起點終點停 要故意撈 我們直接知道結果 好 那所以就是這兩種不同的做法 那這是使用的演唱法 好 再來就是地貼的設計 地貼的設計 其實地貼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設計 這個主要都是可以根據 比方說我們在新美市政府裡面 我們就可以有一些復活新美市政府的 這種Logo啦 或者是一些設計的元素 跟市政府相關的 那如果今天是在其他的地方 那我們就可以跟其他的場所 有一些不同的設計 但是主要的內容的話 我們會有一些這些資訊在裡面 包含的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會有個QR Code 這就是銀裝使用者去下載那個 APP的這個導引到下載APP的網址 再來就是包含了這個站的編號 那站的這個編號 我們其實知道 其實大部分人看到編號 其實一下看過就忘了 不會有什麼太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們還是會把導航站的名稱 也寫在下面 如果這個是一個有具代表性的站 比方說像海峽工作站啊 或者是說像是大圓拜啊 大家都知道的這些地標型的地點 我們就會把這些地標也寫在上面 那再來就是臨近的站的方位 以及方向 比方說像這個地方 往這個方向過去就是A10 往這個方向過去就是A48 往這邊是A28 意思就是說 今天就算沒有這個APP 你別人 假設你旁邊有一個路人 他有這套APP 他告訴你了 你可以藉由說 我就從21、10、15 然後你就可以到達你的目的地的話 那我們用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算你沒有手機 也一樣可以利用這一套的導引系統 來達到目的地 以及這個方位 我們也會標上去這個方位 最後就是這個虛擬路標的設計 那虛擬路標就是我們掃描上去之後 它呈現的那一個箭頭 呈現的箭頭的話 一般都是用這個 就是單一一個箭頭 那有一些情形是 左轉之後 執行後左轉 執行後右轉 以及搭電梯上樓 拉下樓 搭電扶梯上樓下樓 或者是走樓上樓下樓 以及最後抵達目的地 這是其中的設計 再來就是座標系統的校正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知道其實不管是從 資料是從並來 或者是從我們自己繪製的 都是一個區域的座標系統 那我們必須 今天既然要跟GPS做整合 我們一定要把座標系統 轉換到GPS的座標系統 所以呢 這件事就是我們這件事就是要做 把GPS座標系統 轉換到我們的區域座標系統 那我們會先利用Google Map 來建立一個基本的轉換 那為什麼用Google Map的原因是 我們其實知道地圖跟現況 其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有一些是因為座標系統轉換的關係 造成的 有一些是製作的方面造成的 有各種不同的原因 但是因為Google Map的背後 有Android的支持 所以Android的使用者等於是 都在幫Google Map 校正它的地圖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Google Map的這個準度 就是相對的準確度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以Google Map為基礎 然後我們再到現場 實際上來進行量測來確定說 這個座標系統是不是 真正對應地面上的座標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實際上執行的這個畫面 APP啟動之後呢 會出現這樣子的畫面 然後點一下這個按鈕 就會進入了導航指 那裡面包含了 一般模式 以及無障礙模式 那晴天、雨天 那這兩個所選擇的就是 一般模式跟無障礙 無障礙模式 我們就會選擇 所有的樓梯都不會經過 就會直走 直走電梯 直坐電梯的部分 那晴天的部分的話 就是會 所以晴天的話 我們隨便任何地方都可以走 但是雨天的話 我們就會盡量去走 地下通廊 或者是二樓通廊 有遮音的地方 那再來就是選擇目的地 選擇目的地 像我們這個案例當中 是市府大樓的公路局 的服務台 然後呢 設定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點下這個按鈕 會開始導航 進入導航的畫面 其實一開始是黑畫面 那我們未來的規劃 它是在這邊會呈現一個地圖 也就是說直接呈現去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這張 就是這張畫面 然後呢 標示出起點跟終點的位置 以及路線 那 當我到了一個地標處 我要開始啟動掃描 這個地標識 我只要按下這個下面的按鈕 壓著不放 就會啟動相機 然後呢 開始進行立貼的掃描 然後出現這個箭頭 就掃描 就是出現這個箭頭之後 OK 我知道了這個掃描 這個方向是往這邊行走之後 我就可以把手放掉 這樣子 這個手機 APD又回到了地圖的狀態 這樣子 目的就是為了省電 那再來這個 第二種的呈現方式 就是Beacon 當我收到了Beacon的訊息的時候 我就會 呈現出一個環景的照片 我們這邊為什麼用環景的照片 來呈現這個導航這件事情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磁場這個問題 我們 如果今天在一個磁場 這個便宜量很大的位置的話 那我們只標示一個箭頭 你如果真的就照到那個箭頭走下去 那就總錯路了 就真的就複製到迷路到更嚴重的地方去了 所以我們用一個環景來呈現 然後箭頭相對的是環景 內部的環景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 就算你覺得說有一點偏差 但是假設我只能 我就是前往這個喇叭的位置的話 那我在環景裡面看到的就是 我的箭頭指向這個喇叭的位置 那 就縱使在現場可能有一定角度的偏差 但是你在環景裡面看到的還是個正確的位置 你就可以判斷說 我要前往是那個方向 而不是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就用環景方式來呈現 所以我們就用環景方式來呈現 這個丟個影片 沒有辦法播放 呃 這個沒有辦法播放 那 其實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整個 手機操作的一個動態的畫面的過程 好那沒有辦法播放 那我們就繼續一下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未來 我們要接著接下來要做的東西包含的 第一個就是無障礙的導引 我們目前還沒有做到無障礙這件事情 那但是我們就是接下來 我們就是要做無障礙的導引 所以無障礙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讓民眾來插空的時候 建立一個更友善的環境 那是APP的多語氣的開發 所以我們開發多語氣的話 就可以讓國內外的遊客 都能夠更享受它的便利性 好那我們之後來看一下結論 結論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第一個要提的就是 AR的空間導引技術 這是全球首發 其實在其他的國家或者是文獻也好 都其實沒有看到別人有這樣子的設計 那結合了AR、Beacon跟GPS三項的技術 那我們也很感謝新美市政府的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可以在新美市政府的周邊 可以使作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那其實這套系統呢 是我之前在莊央大學 擔任博士後的時候 所發展出來的 那我們也是內政部的計畫 所開發的系統 那所以現在這套系統 能夠真的 因為畢竟在學校其實 比較是職商環境 那這次有這樣的機會 能夠真正在一個場所 能夠做這樣事情 其實是 我們真的很感謝有這樣的機會 那未來的話 其實是可以導入 像是大數據的分析 乘車的資訊 以及廣告行銷的訊息 把這些東西如果全部都可以 結合到這樣的系統的話 就會變成一個非常有意義 又有趣味性的一套系統 那 自用的場合 包含呢 展覽會場 地下連通道 或是像百貨商場 交通樞紐 市政府 然後圖書館 上班大樓這些 其實都可以 嘗試做這樣子的 系統的開發 好 那我的報告到這邊 謝謝 我們非常感謝理解李博士 針對這個AR的一個技術導入 在應用上面的一個 跟大家做一個專題的一個報告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要來請教我們李博士 好 大家都很客氣 我們最後還有一個 這個綜合的一個座談 其實 AR的一個技術的一個導入的一個引用 其實未來在我們 可能都有一天都會用得到 有一天我們需要一個無障礙環境的時候 不管不只是在建築物裡面 可能包含了我們在從公車站 從捷運站出來到我們要到達的一個目的地之間 可能這種AR技術的一個扣增實境的一個應用 在未來可能會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發展空間 我們等一下中和座談 如果有進一步要來請教李博士 我們再來做後續的一個請教 我們再次掌聲謝謝李博士 謝謝 謝謝